猫果 这么热的天 随机视频出来呀 再不看你的视频 我就要上火了 哇 晕啊 原来我的视频有这种功效呢 好吧 可以 那我们就来随机 非常紧张刺激的大战吧 废话不多说了 游戏开始 首先 我们把镜头给到监管者 哦 居然是安 是个强势的角色呀 看他这个所谓 应该想去小房找人 到底谁会第一个找鬼呢 好 把镜头给到正在小房休息的勘探员 这个勘探员看起来非常淡定啊 监管在慢慢接近 他却还在休息 诶 再看到宏观那一刻 勘探员终于行动了 监管是安 他会以无合应对呢 再把镜头给到安 安似乎对这个勘探员也很有兴趣 看这个界势 是想在这里把勘探员解决了 但是这里有创油板 并不是那么好对付 诶 安开始放猫了 能不能咬到呢 哎哟 就趁那么一点点 擦肩而过 但是安也趁机翻窗进来了 勘探员会继续要圈吗 并没有 他居然选这个安来雷波板子博弈 果然是个 傻子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勘探员非常的善良 直到这个年头 安监管者不容易 所以在正式开始遛鬼之前 故意送出一刀 让监管者有继续玩下去的乐趣 好 接下来 估计这个勘探员也拿出真本事的 借助受伤接触 勘探员已经成功进了医院 果然很聪明啊 直到借助高低差来防止被猫咬 安想在这里抓到勘探员 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凡事也没有绝对 说不定这个安还有什么本事没有使出来呢 大战继续 勘探员这次没有选择板子博弈 难道 哦 漂亮 原来是预判到安会放毛 果然不过是庄园老屁荒呀 但是安也不傻 居然要路追了过来 勘探员见识不妙 立马赢下一块磁点 安踩到磁点了 这一波有说法吗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磁点还不剩下吗 能不能躲过一截呢 啊嘻吧 安也是个狠人啊 完全不给勘探员机会 好 镜头给到安 看看他会把勘探员挂到哪里去 哎 情况不妙啊 这里居然还有地下室 砍探员估计也没有想到 居然一台鸡米6丸还被挂到地下室 疑似一鸣禁毁于今天啊 究竟谁敢来地下室救人呢 我们把镜头给到下一位勇士 哎 牛仔正在补击子 地下室救在面前 他敢下去吗 哎 他动了 没错 他真敢下去 而且非常的勇 看都不看监管者位置 直接跳到监管者面前 完全不太怕的 监管者不要面子嘛 哇他天哪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会不会双导入地下室呢 还真的有点说不准啊 哎 漂亮 救下了砍探员很自觉扛下一刀 看样子 牛仔应该能活下来了 而且砍探员也能跑出地下室 再把镜头给到安 安貌似想去追牛仔 砍探员貌似知道了安的想法 直接把安谈到牛仔身边 告诉安一脸懵逼 牛仔也一脸懵逼 然后 砍探员也一脸懵逼 哎 他为什么不打牛仔啊 好 镜头再次给到牛仔 他已经在墙边蹲了下来 看样子还想去追砍探员啊 但是这蹲得好像跟战者没什么区别啊 突然 牛仔探出场边甩了起来 我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他这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牛仔也是半想的 能不能救到砍探员呢 好 牛仔又探出场边了 安一面走了过来 牛仔长眉甩漂亮 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 着实让人感动啊 安会不会怪牛仔呢 原来并没有 看来安对砍探员还是仅有独钟的 这时候砍探员又来到一个板区 准备再来一波板子博弈 好 成功骗了一个抽刀 但是貌似没有转点的机会 只能在两个板子之间来回拉扯 哎呦 变了一个抽刀 但是还是作用不大 这时候安终于忍不住了 再次放猫去咬砍探员 糟了 被咬住了 看来这波没有什么悬念了 安走过来一波笑云 过板一刀 砍探员最终还是没能在安的手中逃掉 但是也成功活过了三台机子 可以说是谁败游泳了 那么接下来 谁又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 难道是调象师吗 并不是 是画家 也不是 是牛仔吗 哦对 是牛仔 终于牛仔还是被盯上了 想必是刚才两波救人 已经把安惹怒了 究竟牛仔能不能活死了呢 糟了 牛仔被猫咬住了 安准备翻冲过来 牛仔赶紧跟安拉开距离 前面有板子 牛仔冲了过去 第一时间把板子放了下来 防止安跳过来眩晕 可以看得出来 牛仔非常会玩了 真不愧是惨想救人的勇哥 现在就是一台机了 只要牛仔再坚持一会 这把最少是个平局 糟了 窗边把我拦住了 牛仔会怎么躲过这一截呢 只见他要把肠边掏了出来 安居还攻刀了 牛仔肠被一甩 从安的头顶放了过去 再追下去 安就要输了 突然 牛仔回头冲向了安 这是什么情况 甚至在安面前做了一个 非常帅气的动作 安倒是 没错 是压好鸡了 不得了啊 这波操作 鼓励要把安气炸了 看吗 安鬼安追上来了 他已经上头了 好吧 最后安还是验命了 选择传授的大门 但是条线是已经跑掉了 而且坏家正在开小门 牛仔赖的机冲到小门了 这个时候真是让人紧张啊 好吧 安投降了 我的天哪 真是太精彩了 太刺激了 太牛逼了 所以这个这么厉害的牛仔是你吗 呃 不是 看单元是我